大家好啊 今天啊是不是啊 今天我要 要吃寿司了 要吃寿司了啊 小宋 为什么每次吃寿司 就想起小宋老师 寿司 哎呀这寿司可厉害了 不是啊 都流汗喇子了 妈呀妈呀妈呀 呀被污染了我的瓦砂漆 我的美杜莎呀 杜莎 哎呀 杜莎 被我这脏手给污染了 太对不起杜莎了 杜莎擦擦脸 做个面膜 呀 吃这个油 吃这个什么啊寿司了 美杜莎 呀 今天讲讲啥呢 武统台湾的事啊 嘿嘿嘿 中国啊政府宣布了 停止给中国公民个人啊 去台湾的那个 叫入境许可了 停止办理了 就是中国大陆啊 个人游已经停止了 再去台湾呢 跟团走 跟团走啊 跟团走 哎呀这个8月1号实行啊 8月1号 嗯 不出我所料啊 很多人都知道啊 当过兵打过仗都知道 这个要对敌方阵地啊 进行猛烈炮火 袭击也好啊 要进行战争之前 先要把自己的人员 自己的东西撤出来 那很简单嘛 把自己人伤着嘛 我理解啊 这是对台湾已经开始强硬了啊 而且是撤了撤离 在台的中国 中国公民开始往外撤了 至于那些啊 已经嫁给台湾的啊 台湾人呢 就算台湾人了 你撤不撤啊 也不影响 因为啥呢 就算打起来啊 我说了 也是在贪头啊 给你来一个温压弹啊 什么让你窒息就完了 不会打到你城市里边 城市啊 是包围起来的 包围起来 最后啊 让你啃树皮啊 啃那个砖头 你自己就投降了 不会给你啊 是不是 还要打成什么样 什么样 是吧 这次啊 停止大陆居民赴台个人游试点啊 基本上就是说 以后再走 跟团了 如果真正开战那一天啊 会把这个跟团项目也停止 那很简单嘛 我先不批准你这个旅行团 我就好控制人员 进啊 出啊 台湾我好控制的 因为只要我一批那旅行团去多少 我能控制 自由行啊 你就没法控制一些 那么咱话说回来了 话说回来了 台湾呢 武统这个事啊 嗯 现在看 已经成为一个极大的可能性了 极大可能性 嗯很简单一个道理啊 现在 台湾这个事 嗯 你把它怎么说呢 你想啊 如果如果 统一必然实行啊 统一必然 但是呢 就两种嘛 合同和武统 合同啊 又基本上没希望 现在国民党也好 民进党也好 没有人跟你谈统一的事 没有人谈统一 没有人谈 台湾已经放弃跟你大陆统一的事了 那合同无望了 逼着大陆只能去武统 武统啊 说是武统 但是有很多种武统方法 啊 围城也是一种 也是一种武统吗 把你围起来 是不是 也是一种武统 然后朝鲜啊 今天又什么了 射导弹了 哎呀 香港啊很多媒体啊 你看没有报道说 跟东盟开会有关 就不往那个台湾上面扯 这个事儿 韩国人呢 是不是也很紧张 但是我啊 跟韩国人交代一个事实 朝鲜啊 打你韩国不用这种远程导弹 你看这次射的远程导弹 那个距离 是不是正好 是不是这几次射的 正好 正好 到台湾 已经为后续啊 这个这个打台湾做准备了啊 北朝鲜也开始射了 韩国人其实瞎紧张 韩国人呢 你是你是挨什么 挨这个 挨大炮的命 就朝鲜任何一门火炮都能打到你汉城 打到你手耳 你不要想朝鲜给你什么射导弹了 那个东西是打更远的东西的啊 你就挨炮弹就行了 挨火箭炮也行 远程的东西永远是打什么 离他远的 还是我之前讲过啊 我第一个视频 大家回去看啊 第一个视频 我讲过 北朝鲜打台湾 北朝鲜没有任何受损失的 为什么呢 他打台湾 台湾没有任何一款武器能够的找北朝鲜 就台湾那个F16 他都过不了啥 过不了台海 他往北上 他想去炸这个这个北朝鲜 到了这个上海附近就被中国飞机给拦住了 他去了他回不来 所以啊 台湾那飞机能去但回不来 那他能干自杀之袭击吗 就算炸北朝鲜有什么 有什么给人家你炸的呢 那美军在那都没没把北朝鲜怎么样 你台湾能把北朝鲜怎么样呢 所以北朝鲜打台湾是一张好牌 打完以后台湾没有还手的 他只能打个嘴炮 他没有任何一款武器能够得着北朝鲜 这就我说了啊 这个就是台湾人的悲哀 他把所有的以为敌对的都是大陆人 没有大陆政府 没有中国政府在后面罩着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 连泰国都可以侵略你台湾 你明不明白 谁都可以 菲律宾都可以占领台湾 没有中国在后面 你以为你台湾 你这块肉别人不想吃吗 都想吃 爱于中国说台湾是中国一部分 那些啥周围的狼啊 就像那啥是老实的 后面有个中国嘛 把大陆还当成威胁了 现在台湾人 哎呀我觉得很有意思啊 把大陆人当成威胁了 这回啊要解放你啊 你真正的威胁北朝鲜来了 北朝鲜 中国当年没解放台湾就是因为帮了 咱金三胖的爷爷 金金日成 把这个北朝鲜政局稳定住了嘛 三八线稳定住了 就错失了是不是 解放台湾的机会 现在是北朝鲜爆达中国的时候 这个任何理 任何理这个都能说出去 哎呀说了半天了啊 我得吃了 我得吃的看吧 寿司啊 寿司啊 比高老师啊 比高大师那个好吃一点 我这个寿司啊 我这个寿司啊 是谁做的呢 是个老头啊 工匠精神 匠人嘛 可匠啊 那时候可匠啊 匠人嘛 可匠啊 他怎么匠呢 我跟你说啊 这时候可匠啊 他怎么说呢 他把这寿司啊 啊 一天就做一份 多酱 这人多酱 做完以后啊 嗯 找人瞅 啊 瞅 不慢 就瞅 找十个人瞅 来这瞅 结果这人呢 越聚越多 越聚越多 十个人变成一百个人 一百个人呢 变成啊一千个人 一千个人转一万个人 里三层 外三层 这个匠人 多匠啊 这人 然后呢 杯 插个草上面 开麦 拍麦 哎呀外面来这几个大傻逼 说了 是不是 哎呀这么多人瞅啊 是不是这么多人瞅 这么多人瞅这东西肯定了不起啊 啊 匠人呢 匠人做的啊 匠人做的啊 匠人做的那肯定好东西啊 匠人做的 匠人做的 那咱们去看看 这人有多匠 啊 你看 是不是 你看 果然是匠人的东西 啊 开始卖了 卖了就得讲价格啊 嗯 价高的得吗 对吧 最高价 最高价 买倒了 人家怎么算的价啊 我十个人雇的 咱是丑 十倍 一千人 一百倍 一万人 数人头吧 现在一万人 那我这就价格涨一百倍 那几个傻逼说了 哎呀 匠人呢 你这个东西啊 了不得 买走了 一百倍价格买走了 哎呀 买走以后啊 那个匠人呢 又拿出了一份 往那一放 又顾了事 接着臭 哈哈哈哈 我呀 吃这寿司又给你普及了 什么叫工匠精神啊 什么叫工匠精神 降不降 你说降不降 嗯 我啊 我可明白了 我到那儿啊 他给我要一百倍价格买走 我就甩给他 就甩给他本价 是吧 两千日元 甩给他 两千日元 要不要 不卖啊 我卖啊 你降一百倍啊 你得降一百倍啊 我们这是匠人的东西啊 我转头就走 然后他给我拉回这 拉回我说一千五 一千五 他说行 一千五也行 还送了一包 瓦撒起 瓦撒起送了一包瓦撒起 不是瓦撒起 叫什么 寿司配那什么吗 配那什么酱啊 就辣鼻子呢 我一直管那酱叫瓦撒起 瓦撒起 我吃寿司得配瓦撒起啊 吃寿司得配瓦撒起啊 你已经告诉我那不叫瓦撒起 那叫戒吗 哈哈哈哈哈哈 戒吗 叫瓦撒起 所以我今天才弄明白 为啥呀 吃寿司要穿瓦撒起了 不跟你开玩笑的啊 你看我吃寿司 还给你普及了什么叫工匠精神 很有意思 一会儿的啊 我这个快录满了 一会儿再给你 哎呀 接着说啊 接着说 刚才啊 是不是说到武统的事儿了 武统的事儿呢 这次不让中国个人自由行停了 那么基本上 就回到了原始状态啊 但我觉得啊 我觉得台湾那边是不会什么的 不会停止的 因为 大陆人是不是啊 不去台湾了 但是台湾人可以来大陆 台湾人照样可以来大陆 祸害你中国人 他怎么祸害 你知道最近抓那帮精日分子吗 精日精日分子 吃寿司 不是精日分子 什么是精日分子 就在网上 天天听日本说话 想要把那个屎栋啊翻过来 他宁肯扣字一身屎 也要把屎栋翻过来 就这些精日呢 台湾人精日啊 这已经不是大惊小怪事儿了 台湾那些小星星 小明星 打着工匠精神的旗号 舔他日本爸爸 就是零嘛 最后给日本人生孩子去了 历历在目啊 从你这赚走了钱 然后说他哎呀 是我们台湾人养了大陆人呐 那你倒是把钱退回来啊 他又不把钱退回 他说他养你 他从你这赚钱 他说他养你 然后呢去给日本 日本人生孩子去了 最后还安利了一波 一波啥呢 工匠精神 匠人呐 把日本那帮匠人呐 安利给你 大陆啊 大陆这些媒体啊 他没有政治啊 长远这些眼光 我说了 他们是什么呀 已经被 这些叫什么洗脑了 已经被洗脑了 他们失去了事业关 失去了大陆文明 应该有的事业关 哎呀 悲哀很悲哀啊 悲哀很悲哀啊 但是我觉得还不啊 还不啊 还不啊 我告诉你一个事实啊 有很多人表面上啊 跟你和好了 什么都向着你中国说的 那些台湾人 私底下把你情报啊 情况摸清楚了 又给台湾人报告了 给日本爸爸报告了 中国怎么样 谁和谁什么样什么样 谁和谁怎么样 什么什么情报啊怎么样 他是来打探消息的 他跟你可好了 我给你举个例子 中国有一个 香港有个著名的电视台 是吧 有个著名的电视台 那里边全是台湾人 一半台湾 一半大陆人 表面大家哼哼哈哈 哎呀我给你报道一下 是不是 宝岛新闻 哎呀 还小蜜蜜眼呀 对你可可好了 今天采访一个这个部长 明天采访一个那个主席 私底下的那些情况啊 你这部长到底是身体怎么样啊 有没有脚拐了 还是走路啊什么形态啊 都录去了 嗯你私人情况怎么样啊 咱们私底下的关系怎么样 都在收集这些情况 你看着他好像对你中国可好了 报道中国可可好了 中国应该什么什么 私下这些都是情报 他都收集走了 而且什么人都给你见着了 还有那些主播不也是吗 大陆新闻哎呀 大陆啊好啊 大陆崛起呀 未来强国呀 私底下买张机票回台北了 然后什么什么情况 哎呀怎么怎么安排 是不是 未来什么什么工作 你不能排除这种情况 所以我说了 任何任何娱乐圈也有分 对抗情况 台海 咱们不是一个国家 咱们不是一国的 人家那是中华民国的 你不要是你认为 一厢情愿认为 两岸同属一个中国 你认为同属一个中国 他不这么认为 他认为他应该消灭你 他想的是把你们家弄穷了 然后强奸你老子 强奸你女儿 他是这么想的 人家想是嫁给日本人 所以你啊 老一厢情愿 我觉得这中国人悲哀 很悲哀 你真把撒进 到日本吃顿日本饭 就一顿饭 都留哈喇子呀 哎呀 王告自己 LA的 来自LA LA没有寿司的 就那个B2 我操 吃顿寿司 这家伙给牛逼坏了 真他妈恶心 操 又说脏话了 你说又说脏话 为什么这帮玩意 就他妈这么气人呢 我给你讲明白了啊 现在咱们应该注意到 已经形势都变了 台湾问题其实很严重了 香港闹成这样后面是台湾人 后面台湾人支持的吗 你说你跟人家好了这么多年 人家现在还是祸害你呢 中美对抗的时候 炸屁股坐到美国那边 那你跟他好个屁啊 还好啊 证明了吧 没有用跟他好 就应该跟他好 就应该跟他硬 听懂没有啊 这已经被盛名的事实 如果你还继续像之前那样 我不能说傻了 那你肯定有其他目的 你有其他目的 还那样 就是人家对你怎么坏 你都对人家好 那有一个目的就是啥呢 你在人家那有利益啊 那你就是他们对方的人呢 所以啊他们 是不是啊 你对人家好 等于是间接人对自己也好 这不是道理吗 在这我不能多说了啊 反正我 正常人道理推论都是这样 因为你那个之前的 已经失败了嘛 你对台湾人那么好 台湾人最后 屁股坐到美国那 那你就应该硬起来啊 现在是不让大陆人去就完了 大陆人其实也不愿意去 那个台湾就把那个谁啊 什么西西啊开开 让他们自己在那自生自灭 就完了 我觉得应该送走 直接送走 还有那个什么徐晓东 去台湾吧赶紧去吧 徐晓东啊 你赶紧办证 赶紧办 今天晚上赶紧办那个证 8月1号只能跟团去了 不能爱的拥抱了 不能亲嘴了 不能让管长给你生孩子了 徐晓东啊 你说你你说你啊 吃屎都没赶上热乎 8月1号了 吃屎都干不上热乎 怎么去台湾呢 偷渡吧偷渡吧 不有深圳大哥吗 北京人 教教你怎么偷渡 教教你偷渡 可厉害的 肯定大哥 大哥肯定很厉害了 不厉害能叫大哥吗 是不是 你看天天笑个笑个人 视频你发出来 大家都知道啊 大哥大哥帮你偷渡到台湾 没准要总统啊军统啊 是不是能接待你一下 大哥可能跟总统啊军统都有联系 投奔自由去了 你说你吃屎都不敢吗 太他妈可笑了 还替台湾人吹牛逼呢 没人情现在是什么情况了 你离死不远了再做 徐晓东你真的 你离死要不远了 真打起来了 真打起来 真是 你就成典型了 看着挺聪明人 怎么那么傻逼呢 没事你有大哥 大哥能帮你偷渡 大哥能帮你坐高铁 怎么说的 高小松说徐晓东 你说都是一个地方来 都是 我不能说那个城市名了 说城市名又挨骂了 说地图炮了 但你说这些 你说这些人 为什么怎么都是这个地方来的呢 大家应该想一想 把这个维度升上去 把维度升上去 好好思考一下 为什么都是同一个地方来的 这帮垃圾 给你安利客观公正的 给你安利呢 没人不支持客观中立 但是你呀 你那屁股得坐到我这边以后 咱们再客观中立 你不能站着要客观中立啊 你先坐到我这来 你他妈坐对面去了 说咱俩客观中立 我给你中立个鸡吧 我一脚给你踹下去 咱俩是对立面 我给你客观个鸡吧 听明白没有 我又我又骂人了 但是我跟你讲啊 我的视频跟你讲啊 很多事吧 是有啊 是有底层逻辑的 你主要听底层逻辑 台湾啊 已经给他20年优惠了 最后弄出一个郭台铭一句 台湾人给大陆人饭吃 郭台铭早晚熟了 然后呢 这个这个这个是小星象 台湾这些小星象 变着法来侮辱你大陆人 知那这个知那的 然后呢 游览车杀你中国人 大连死一车 有老有少啊 你说人家孩子招你台湾人 招惹你台湾人了 人家去捋个游 看一下自己的故宫里边的宝贝 那是中国人的东西 你们还抢着中国人 把包弄多宝贝 然后骂中国人 把中国人杀了以后 告诉你 那还是孩子 告诉你那知那 啊 考虎住 然后台湾人告诉你 然后台湾人说 我们这大陆人啊 这帮大明星啊 你说这这这 哎呀北京上海 这些明星又给台湾人 又说 最美的是人 最美的是人 这一幕一幕啊 这么多年一幕一幕 还没有清醒吗 还没有清醒吗 到现在 还要给台湾人送钱 让人家继续 我上一期节目讲 你给人家送钱 最后人家把你当卡子 越给他送钱 他越觉得你求着他 想没想明白这个道理啊 他拼死都要啥 维护自己的利益 就是啥 跟你一边一国 那是他的利益 一边变成 两边变成一个国了 他有利益了吗 他就占不了你便宜了吗 你还反倒 越来越给他送 送这些利益 你送给他利益 咱是同胞 可以 你别把别人请过来 吃饭 亲亲可以 那亲亲要你们家东西 你能给他吗 真金白银 把你们家土地 你仓房给我吧 看起来挺好 你能给吗 你不能 你得翻脸 你反倒不翻脸 你还可劲给他 这亲亲送礼 你约送礼 他不觉得你求着他呢吗 他就求着你 就占你仓房不走了 就占你家仓房不走了 你还天天给他送钱 越把他养的越肥 外面还买枪买炮了 占你家仓房买枪买炮去了 是不是要理 是不是 还拉卖人了 帮我把这个干走 这仓房就是我们的 一边一国 你越给他送钱 他越啥 他越不愿意啥 把东西还给你 这么多年 这么多年 一幕一幕啊 一幕一幕 你瞅这YouTube上 这些年 一个一个视频 你去搜 一个一个那些事 一幕一幕 你都回想一下 你释出这么多善意 他们到底是怎么报答你的 我就说人大连那个还是孩子呀 孩子 旅游团人家是个孩子 你杀人家孩子干嘛呀 那是个孩子呢旅行团 人家去旅游的 就死在台湾了 那台湾媒体怎么报的 你看看怎么报的 那是个孩子 你说你要有 有点人性 说最美的人 最美的人连个人性都没有吗 还替台湾人站台呢 还请台湾那帮小金人 回来还教育你呢 我能唱歌 我能跳舞 我能脱光了给你看 这就是人家才艺呀 你喜欢看脱衣服 看个别人也行啊 他表面给你脱衣服 是不是 私底下跟那帮那帮的 娱乐公司老板 是不是说了机吧呢 你喜欢看吗 你喜欢看他们吗 他们是台独 他们是港独 你还为他钱 我告诉你 中国娱乐圈很多公司 被台湾人香港人把持着 他们占领了中国舆论 娱乐圈这个高点 高点以后我就可以点将了吗 你台独 藏独 江独 来 来我公司 我给你 我给你工作呀 来我公司 然后污染你大陆人思想 这也是一个思想真谛 你自己放弃了 你把这帮人找进来的 你看看这次 你看看这次中美贸易战 台湾这帮舆论 香港这些 香港哪个明星是出来支持你了 从大陆挣动 之前哪个明星出来支持你了 没有啊 没有 这么大力 人家照样看你热闹 俄罗斯普京啊 有半般错 他就一句话说对了 我的盟友是我的陆军 海军 空军 这是我唯一的盟友 中国人也要认清事实 你唯一的盟友 你唯一的是什么 就是你自己的 你自己人 外人帮不了你的 我就说这些了 啊